火鸡又叫土兽鸡 人类寻养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目前国内引进的火鸡品种 主要以美国尼古拉火鸡为主 火鸡生长快 产肉多容易喂养 它有耐粗食肉制好抗病力强和群性强等优点 受到养殖户的欢迎 火鸡肉肥嫩鲜美 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佳品 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火鸡喂养周期短 十三到十六周就可以上市 公鸡能长到三十公斤 母鸡十七公斤 动体屠宰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被称得上是造肉机器 形态特点 火鸡的外貌与鸡不同 它身躯高大 胸部腿部的肌肉非常发达 头和颈部几乎没有羽毛而凸裸着 头上有珊瑚棒的皮流 皮流颜色常发生变化 在安静时为赤色 激动时变为蓝白色或紫红色 羽毛颜色随品种而已 公鸡羽毛闪闪有光 胸前有虚毛束 唯语发达能展成扇形 如孔雀开平 镜上有锯 母火鸡头小 额前有一肉关 皮流小 个体也小于供火鸡 而且镜上无据 尾羽不展开 饲养火鸡场地及鸡舍要求 火鸡适合平阳 也可成群放牧饲养 火鸡场场地 要选在地势较高 向阳平坦通风良好的干燥地方 设外最好有运动场供火鸡运动 火鸡舍应建在上风口 尽量避免空气和粪便的污染 鸡舍要按孵化式 预除式 预成舍 成年鸡舍分开 依次序建造 避免 成年火鸡对预除火鸡的可能感染 建筑基设的要求 一 基设的地面采用水泥地面 土地面均壳 基设的墙壁 以砖墙和木板为好 使用土坯做墙时 应在墙的下半部使用砖 石等材料 以便于冲洗和使用消毒液 二 要有电源 三 要有利于通风换气和防暑降温 火鸡不断生长 体重不断提高 胸肉越来越发达集中 然而它的胸腔体积 却不能成比例的增长 所以它们在活动繁殖期 必须有足够的新鲜空气 以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四 半开放式机设应有通栏窗户 窗户用铁丝隔网做成 既可以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光照条件 又可以防止野兽和野鸟的侵入 五 密闭式机设 必须安装抽风机 火鸡的饲料 饲料费占火鸡饲养成本的70%到75% 火鸡是粗食性食草节粮型家禽 一般的植物接杆 紫食粉碎后都可以作为饲料喂养火鸡 在火鸡的饲料中 青饲料和青柱饲料里面的 获菇叶 干薯 菠菜 原白菜 胡萝卜 胡萝卜 青菜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是火鸡健康生长的重要因素 火鸡的另一部分饲料是以淀粉和糖类等碳水化合物为主 如玉米 豆粿 豆粿 鱼粉 菜籽粿 棉子粿 麦肤 磷酸青钙 石粉 石盐 绿化胆碱 蛋氨酸 赖氨酸 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等 是火鸡脂肪沉淀和维持生命发育的能源 火鸡生长很快 体重增加 机体增强 器官的发育和功能日益完善 对营养的需求有很大差别 饲养员要调整饲料配比充分满足火鸡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发育的需求 火鸡的阶段饲养 火鸡的饲养一般分为育除期育成期成年生长期三个阶段 育除前的准备工作 消毒 预除射的地面 墙壁 屋顶 可用高压水冲洗 冲洗干净后 用2%的活检或其他消毒液消毒 饮水器 料盘 可用过氧乙酸溶液浸泡消毒后 用水冲净晾干备用 电料 预除射清洁消毒后 要在地面上铺上湿润的清洁电料 对除火剂来说 用加工干燥过的碎软锯末做电料最好 可以减少除火机患脚病 也可以用稻壳 卖接 稻草和沙子 厚度以2到3厘米为宜 如果在冬天 除火机进射之前 应提前1到2天给机射预热 火机的预除期一般为0到8周龄 预除是火机饲养过程 难度较大的一个阶段 温度是首要条件 温度太高 除机会张口呼吸 饮水量增大 食欲减退 易患呼吸道疾病 甚至扎兜在蓝周边 容易挤伤压死 温度过低 除群拥挤到热源中央 扎堆护压 影响采食 易患感冒下力 刚进预除式的除火机 要求的温度较高 不低于23到24摄氏度 随着日益长大 温度可以逐渐调低 到6周龄 保持在14到16摄氏度就可以了 湿度 幼除从湿度为80%的出除器中出来 如果立即放到干燥的预除室中 幼除就会呼吸加快 把体内水分大量散发出来 此时 幼除淫水过多 会发生下力 因此 预除射相对湿度 因为60%到65% 10天后 注意通风 湿度维持在55%到60%的范围内 通风 二氧化碳 氨 硬化氢等气体 在空气中的含量太高 会影响除火机的呼吸 食欲和成活率 要保证足够的新鲜空气 一般在机设一侧 设输流风机排风 也可以采用自然通风 光照 光照时间过长或强度过大 除击代谢旺盛 体内营养消耗过多 还会导致性成熟过早 开产早 淡小 产氮率低 且持续期短等现象 光照时间过短 或强度过小 则相反 对除击也不利 最初 1到2日0光照时间在24小时 照度为50Lux 随着长大到7到12周龄 光照时间可以缩短为14小时 照度为10Lux 断绘 断绘 能有效防止浊脱皮和减少饲料的浪费 断绘 要在7到10日0进行 对磁除 可掌握在上绘 断二分之一 下绘 断去三分之一 对熊除 只要切去绘 绘尖即可 断绘 可使用电动 断绘器 剪刀和烙铁等 操作时 用右手握住除苗 大拇指按住头部 使颈伸长 将绘置于刀口下 踩动开关切烙 断绘后两到三天内 为防止灼食时 绘与饲料槽底部碰撞时而出血 可以多加饲料和水 停止接种各种疫苗 除火鸡的营养及饲养 除火鸡放进除鸡舍后 应先饮温水 三到五小时后再喂饲料 除火鸡四味粉料 或破碎的颗粒料 由于除鸡舍内温度较高 饲料要少喂擒天 采取自由采食不限量 让鸡吃饱 饮水器的水 每四小时更换一次 每次换水时 饮水器要清洗消毒 保持饮水卫生 在饲料中 加少量大蒜 洋葱或葱等 可以促进除鸡的食欲 并起一定的杀菌作用 对于防止白粒等肠道疾病 大有益处 除火鸡的卫生防疫 预除阶段的卫生防疫工作 要严格把关 不可把火鸡和其他鸡 混养在一起 严禁场外人员 或别的养殖场人员 进入浴除社 却有必要进入者 应严格进行消毒 淋浴 对于病除死除 应有专人负责焚烧或身埋 免疫程序 十日零时 要将新成义二系列弱毒疫苗 以1比20的浓度稀释低比 25日零后 进行新成义二系列弱毒疫苗 第二次低比 以后 每三个月 以1比2的新成义二系列弱毒疫苗 稀释的荣液 进行喷雾免疫 出除后 三个月 做鸡豆免疫接种 以后 每三个月 接种疫苗一次 火鸡育成期饲养 火鸡的育成期 一般是 从9周到18周 这一时期 火鸡的饲养管理 比较粗放 成活率也比较高 除火鸡 转入育成基社后 一般都采用 地面平养的方式 在这一阶段的 饲养管理工作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饲养密度 育成期的火鸡 活泼 耗动 生长较快 应大幅度降低 饲养密度 每平方米 三到四只 有运动场的鸡舍 可适当加大 饲养密度 光照 火鸡 火鸡喂养 一般采取自然光照 既可以节省能源 又可以让火鸡 在自然中采食 有利于身体生长发育 早晚可以补充一些光照 用15瓦灯泡就可以了 但灯泡要离地面 2米以上 灯泡之间 要有3米的距离 喂饲方法 针对育成火鸡的 生产用途不同 其养殖的标准 也不一样 产弹火鸡 应限制饲养 限制饲养 是为了防止青年火鸡 吃过多的饲料 使脂肪过多的堆积 应在保证火鸡 正常生长发育的基础上 以醋形成蛋为目标 为火鸡搭配营养物质 每天比自由采食量 减少10%到20% 限制日量中的能量和蛋白质 增加纤维素的比例 限制采食时间 可每日定时定量 也可以每周停料一天 但要保证饮水充足 总火鸡的饲养管理 总火鸡的选择 肿母火鸡 经过第16周龄后 应该选择那些羽毛发育好 背平尾直和地面呈35到40度角 胸线和背线趋于平行 当宽 腹部柔软 体重达标的母鸡 做肿用 总工火鸡与母火鸡的配比 为1比10到15 所以 总工火鸡的选择条件较高 要求 腿支粗健有力 脚趾平直而无弯曲 肩背部要宽 胸部要深 呼吸正常 生殖突起大 精液呈乳白色 无杂质 体重达标 经过选择后保留下来的 总火鸡 应及时转入 总火鸡设 这一阶段 是火鸡生产最关键的时刻 它关系到 火鸡养殖户或火鸡厂 是否能获得最多最高质量的 种蛋或种厨 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所以 在进种鸡前 必须对鸡舍做彻底消毒 以保证种鸡健康 经过消毒后的种鸡舍 干净整洁 使种鸡群处于良好的环境中 完成整个产弹周期的产弹任务 种母火鸡转群 应在早上天亮开灯后 和进食之前做完 转群时 应把火鸡轻轻地驱赶到种鸡社去 让他们自己找到饲料和饮水 开始正常生活 对种母火鸡来讲 在产弹阶段的光照最佳时间是14小时 在室内需有电灯补光 灯泡为100瓦 离地面一般为2.2米 对于那些开放或半密闭式的鸡舍来说 白天要把窗帘打开 尽可能地接受和利用自然光照 火鸡体重比较大 抗寒力比一般鸡高 它产弹的适宜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 室内要通风良好 保持空气流通新鲜 母火鸡在产弹期对高温比较敏感 在夏季 火鸡社可用气物来降温降沉 母火鸡在产弹期尤其不能缺水 否则就会使产弹量下降 在14个小时光照阶段 都应有干净清洁的饮水工具 无论是水槽或是饮水器 每天都要用刷子或布擦洗干净 还要定期用千分之一浓度的高蒙酸甲溶液消毒 鸡社饲料桶内要保持常有料 让其自由采食 种母鸡饲料中添加3%到3.5%的钙 在产弹期还可以提高1%到2% 总工鸡社使用12小时人工光照 鸡社最好是密闭的 风机、进气孔等地方都用木罩子等物遮挡 不让自然光线射进总工机设 室内一般可用15瓦灯泡攻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